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要继续以佛所书的讲经 今天是第五讲 题目是神的拣选 以及神丰富的恩典 那这个经文是在以佛所书第一章 还从三节 还是其实跟上次一样 这十几节的圣经 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讲 那我们照样先把这个经文 从第三节开始来念一遍 以佛所书一章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 第七节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 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执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执意所预定的 第十二节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开始讲 从三到十四节这段的经文 就是从神的预定到神最后 如何拣选我们 把这个用一个 以Burr Eye View 我们上次讲过一个Burr Eye View的方法 就是看得非常广 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都看得清清楚楚 用这样一个方式 保罗把它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在圣经别的经书里 并没有像以弗所书这样描写 这么丰富 这么奇妙 这么完整的 只有在以弗所书 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恩计划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神在创世以前就先拣选了我们 神对我们有一个目的 因为要怎么样 要赐恩典给我们 然后我们突然发现 刚才在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到很常见的一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恩典 神预定我们要得恩典 那我们在这里读到很多恩典 恩典 恩典 这个也是恩典 那个也是恩典 所以我们发觉这一个三到十四节 实在是充满了恩典 感谢赞美主 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恩典 上个礼拜我们因为正好 虽然这个录影 上个礼拜录影也是好几个礼拜前录的 但是播出时间刚好 很巧就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日 结果呢 把这个本来要讲解预定 然后直接进入恩典的 那我们在圣灵又把 花了一周时间讲了很多圣灵 各位听到这个方言 真正的方言非常有意思 这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从预定 拣选进入恩典 我们就开始讲神的恩典 那首先我要问各位的是说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印象中什么是恩典 印象中什么是恩典 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有标准答案 我们不配得的 然后我们得到 那就恩典 对不对 对 这个答案绝对没有错 我们所不配得的 但我们得到 那就是恩典 可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呢 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样呢 你先因为说老板 无缘无故发一个奖金给你 你不配得 但你得到 这也是恩典 但我们讲的是老板的恩典 那我们讲神的恩典就必须提到 特别提到 这是神赐给我们恩典 然后还有神荣耀的恩典 神丰富的恩典 这些当然是修饰词形容词 但是其实有他很大的理由 为什么保罗用这些修饰词在里面 一样有他的道理 那我们印象中到底什么是恩典 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提到恩典这个字 就想要说 我们得基督徒 我们得好多恩典 对不对 你看我们病得医治 我们失业中我们很快找到工作 我们伤心难过 神给我们安慰 这些是不是恩典 这些通通都是恩典 恩典好不好 很好 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想了恩典 但是其实你想 各位你知道吗 在你当 even 在你当基督徒之前 我们就蒙受神很大的恩典 怎么说呢 你要晓得一件事情 神创造整个宇宙 创造整个世界 宇宙的中心是什么 宇宙 神用六天造物 最后一天造出人 为什么 因为人一出生一出来 那这世界万物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天空是蓝的 你看我们如果说 曾经有一些人研究 你看很多行星 如果我们在火星上拍照 那火星天空是红红的 如果在哪个地方的话 它大气压力大得不得了 或是冷得不得了 或是热得不得了 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 人就没有办法生存 生命都没有办法生存 但是却在地球上 这一个小小的星球 这个距离太阳不近不远 刚刚好 而且地轴是倾斜的 所以我们有春夏秋冬 有的时候热一点点 有的时候冷一点 让我们不至于太无聊 这些事情 像我们曾经如果说 用科学的角度去探求 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也就发现 天哪 我们人类生存在地球上 太伟大 这个条件太好了 整个宇宙中这么多星球 我们所知道的星球 如果说我们去探测的话 发觉这个星球不适合人居住 那个星球不适合人 不是没有生命的迹象 这个星球又冷 这个星球又干 然后这个星球又怎么样 每个星球都不好 但是到地球 是多么美好一个地方 我们就生在这里 不但我们生在这里 而且我们生而为人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生而为人 是已经我们人太多了 对不对 中国是三亿人口 美国三亿人口 台湾有三千万人口 到处都是人 你看人几人 人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你不知道 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神造了这么多万物 宇宙 星球 地球 地球上 地球上有这么多生命 这个生命 那个生命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生命 可以说 在这个 在有这个 叫做永恒的盼望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 向后 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探讨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思考未来 我们可以这样做 其他动物没有办法 很多动物 我们说有一个 Amazing的 他的天赋 怎么说呢 那鲑鱼走到大海中 可以游到这个 顺息 然后游到他的家乡去 有的蝴蝶 可以飞几千公里 然后到他这个 一个地方 然后他有这个 丰富的某种果树 或某种花 他们可以在这边 繁衍下一代 他每一代都做这种事情 可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 他们其实是被一种 一种生物的这个密码 所coded 就是说 所编码 他们被剖滚成这样 就像我们今天讲 computer术语的话 如果我学computer 好像这个computer 被剖滚成这样子 他们生出来 就要怎么往回走 往回走 一定要怎么走 那今天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今天 比如说他要 一个鸟要飞过来 到一个丛林里头去 丛林中 特别盛产的一种果子 这个鸟特别爱吃 它能够翻译下一代 但如果说 这个丛林整个被歪爆 这个整个丛林 整个消失以后 这个鸟 它飞回来以后 它可能 它找不到这个 它喜欢吃的那个果子 它的整个族群 甚至可能要 大大的被 大大大减少 整个消灭一半 或甚至更多 甚至整个族群就绝种 它没有办法 因为它们被 破滚 它们就是按照 生物的时钟 就是到了时间 就自动 生物本能就回来到这里 每一代 生物本能回来这里 如果是人的话 我们虽然没有 这么厉害的本能 可以回来 但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回到一个地方 找我们要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没有的话 我们会四处寻找 用别的代替的地方 你这条路径到这里来 这里有原来这个果子 人的话 没有 怎么办 我们找 左找 右找 这边一百公里 那边一百公里 到处找 这个地方可以 好了 那以后就到这里去了 再也不用随着 那个古老的生物本能 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里就转安 可是有些 像那个 迁移的这个鸟类 或者这个族群 它们即使 这个原来的地方不见 它们不会找 另外代替的地方 甚至就族群灭亡 你看它们没有这种 从历史中学教性 然后按照现在的情况 我们判断 我们然后展望未来的能力 这世界上只有人有 这是非常大的恩典 我们身为人 非常大的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 它是很奇妙 突然就给我们了 牛没有这种 牛没有办法这种思想 什么其他动物 都没有办法这种思想 猴子都没有 可是人生出来就这么聪明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人是因为我们文化 我们进化的结果 我们从这个知识学习的结果 我跟你讲 没有了 人是生下就非常聪明 比如说这个 你一直认为说 耶稣时代2000年以前 2500年以前 孔子那个时代 只会种田嘛 乡下人嘛 不聪明嘛 对不对 我们会常常这样想 我们会 可是事实上 我最近看了一部 有关孔子的纪录片 这种教学影片 我看了以后 我发觉 我蛮佩服孔子那个时代人 因为他们的思想 孔子 孟子 老子的思想 我们今天在今天 我们说我们读过大学 我们读过研究所 读过硕士 很多这种博士硕士 我们没有办法比 他的思想能力 没有办法超过老子 孔子 孟子 孙子兵法是2000多年前出来了 到现在我们的军校里面 还在学习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超过 这个就是突然之间 地球上的万物之中 突然有一个人类 是这么聪明 突然之间出现了 成为万物之灵 能够改变环境 能够创造工具 能够克服很多自然 以前从来没有的 到人类之间突然之有了 可见人在神造物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 他叫我们 就是修理看守伊甸园 神造人是让人有这个能力的 这是生而为人 就是很大的恩典 真的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生而为一只牛 牛很可怜 我们这边山上养了牛 活不到三岁 它就要被宰杀 但它个子成熟到一个 大到一个程度以后 它就没有必要再养你 就杀掉了 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兔子 好像很幸福 不用工作 不用这个 可是你知道吗 兔子大概都活一年 因为它们到季节 长得很肥美的时候 就各种肉食动物 就来猎杀它们 生物的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只有人 人到了后来以后 就开始群体积住 然后会发展出武器 攻击防卫的 就不用怕事上任何万物了 身为人是非常幸福的 而且在一个地球上 这么好的环境 有这么多的物种 可以让我们使用 这是非常幸福 这些通通都是恩典 为什么 因为神照他的形象 样式照我们 我们有神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还有神给我们一些功能 使我们能够 看守修理伊甸园 这个就是已经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身为人 是最重大的恩典 普遍恩典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人 我们都领受这些恩典 对不对 这就是普遍恩典 每一个人不例外 你只要身为人 你身在地球上 这个天气就是这样 你是这样 他是这样 我是这样 基督徒我们领受的天气 什么这些都是这样 这是普遍恩典 不是基督徒 也是一样 普遍的 但是人后来因为犯了罪 犯了罪以后 就背负很多罪在 所以这个事情 神预知 神预定监选 在某一代当中 从耶稣基督以后 救恩就领下来了 我们身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人 是不是比旧约时代的人 幸福很多 是 不管说物质条件来讲 我们能够领受救恩 如果当时在旧约时代 那个旧恩只在以色列家 你不是在旧约时代 你不是以色列家 你是这个外邦人 你根本就没有这些 你没有恩典 只有新约时代的人 以及这个以色列人 或者外邦人 只要你听到福音 你能够信 你就能领受到一个特殊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在 以佛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 主要在讲这个 以佛所书第一章 并没有讲很多普遍恩典 但是讲了很多特殊恩典 神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这就是普遍恩典 我们被拣选 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不是 尤其你想 我想 我们在这个旷野遇见神 我们是中文的 中文的这个文章 中文的讲道 所以我猜想 我们当中应该是没有犹太人 没有犹太人 没有以色列人 是吧 那 在这我们要记得 在前约当中 如果在旧约当中 我们是跟恩典完全没有分 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 你不是 我也不是 他都中 大家通通都不是 但是我们原为外邦人 但是却能够被拣选 这是很大的恩典 神的应许 神当初要寻找义人 一个都没有 看到亚伯拉罕 因为他信神 算作他的义 然后之后 又要借了他的子孙 赐福于万邦 神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按照肉身来讲 我们不是 我们本来没有资格 领受这些恩典跟救恩 但是 但是 神突然就恩典就领导 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这些中国人 台湾人 华裔美籍这些 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有恩典 这是何等的宝贵 是不是 所以原来前约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无分的 但是今天 我们因为神的爱 我们也被进入恩典当中 被拣选进入恩典当中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家都很容易都背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是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God so love the world 他这个 他已经讲了 不再是说 神这么爱犹太人 神爱世人 全世界 world 一个全世界的人 神都爱 恩典都有可能领导 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当基督徒 今天我们说真的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是 是说我今天到书店 我就是 我特别 我想要去找 看看有没有可以得救的书 没有人 基本上没有人这样 没有人说 我今天想要永生 我听说有永生 不知道是什么 我去书店找 找到以后 圣经我读了以后 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然后我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然后追求到永生 没有 往往情况是反过来 大部分我们基督徒得救 除了很少数是 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以外 大部分基督徒得救都是 我本来不信的 我本来无神论者 我本来科学主义者 科学嘛 对不对 研究 你看不见的神什么 这个 以前听到来讲耶稣 迷信 迷信 你怎么会相信这样 什么什么这种的 因为那个神迹太神奇了 不敢相信 没有神奇 如果说那些教条 这个教条一听 人家打你左脸 右脸 根本做不到 这个不可能 讲这个 或者说这只是一种道德 这种教训一种道德 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被传 可能被基督徒传福音传了很多次 我听蛮多基督徒做这个得救见证的时候 常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他以前怎么样都没相信 后来有一天突然之间 这个突然之间是我听基督徒见证的 这个很多次都听到他怎么得救 突然之间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确实是这样的 以前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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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教会这边去做休闲娱乐可以 喝喝咖啡跟人家聊聊天可以 那你叫我去听道 那我不要 听听或者听听看 想说我看看你在听道里面 有没有什么漏洞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听到 你讲道那很好 我听听看 看你有没有问题 这个讲了是不是有道理 对不对 正在去听他有道 有没有破洞的时候 有没有漏洞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个就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神的话语 这么触动我的心 就突然之间我就醒了 很多基督徒做见证 做他得救见证 都是这样 突然之间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 就是突然之间 然后就发觉 我们原来是被监选的 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经验 很多很多 你可以去听听看 你自己的见证我不晓得 你去听很多基督徒做得救见证的时候 突然都有一个突然之间 就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吃 突然就被改变了 很少基督徒做得救见证是说 我来试试看 然后今天相信一点点 还不是太相信 但是我先受洗吧 我不是很相信 我就先受洗 慢慢一点一点相信 很少 突然之间他就知道 耶稣就是神 就是主 我们就牢牢的相信 然后当然 也不是说 就是信道说 我们可以放弃一切 也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们对于 这个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神 这个认定 就完全突然就没有问题 突然之间 全部就接受这件事情 我们愿意相信圣经 全部就是真的 愿意相信神的话 是要拯救我们的 我们突然之间 当然能不能做到 但是我们相信来讲 突然之间全部相信 感谢赞美主 所以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 就这样领受了恩典 之前被检选是不是恩典 是 因为我们本来不信的 对不对 突然之间 为什么有那个突然之间 因为神做工 如果不是神做这个工 我们会突然之间就相信吗 不会的 所以我们在受洗之前 就已经领受恩典 我们讲有普遍恩典 身而为人 身而为在地球上 这么好的环境 普遍恩典 之后就突然之间 就被那个 就信了耶稣 那其实这个恩典 是更长久的计划 从以佛所说 这个世界创立以前 对不对 我们就已经被预定拣选 恩典就已经预定到 我们身上来 但我们有一天 突然就直接领悟到 领悟到以后干什么呢 受洗 再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为什么丰富 因为我们罪很多 我们有这罪那罪 如果神的恩典不充分的话 那我们可能罪犯了多一点 这当场这个就不够了 不会 神恩典非常丰富 我们不管以前犯了很大的罪 甚至我有听传道人做见证 结果传道人是什么 以前是流氓 对不对 真的有听过有流氓传道人 不是 他以前是流氓 后来变成传道人 以前甚至说 你看他听他做见证 真的蛮可怕的 怎么去绑架人家 怎么样跟人家打架的时候 用什么酒瓶 什么板凳 攻击哪里才会怎么样 他们都讲得出来 我都不知道 但他们就是这样 什么样挨打怎么样才不会那么痛 他们都很清楚 真的打架斗殴伤人 做监牢 但这样 这么多算罪的人 都可以被真拣选 还被神用变为传道人 真也是很丰富 不是很小的恩典 很大的恩典 而且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还会干嘛 我们还会犯罪 对不对 有的时候还在罪恶当中 还是很多罪没有对付 因此我们还有犯罪 还有犯罪 这些罪能不能再得赦免呢 还是可以 如果神拣选你的话 你再犯罪 后来有罪 他还是再赦免你的罪 那这些 所以说我们说神的恩典 丰丰富富的恩典 非常丰富 并且呢 这些恩典啊 不但是就说很 不是说很傻傻的直接给 我们恩典 直接恩典 然后我们每个人得得救 不是的 神也要在他的里面 为什么是拣选 因为有些人得 有些人不得 又为什么要这个 又透过十字架的方法 来拣选人 因为十字架呢 有一个功能 就是筛选那些能够信的人 很多人如果心应的话 他听到十字架道理 他不会相信 是不是 有些神拣选一些软弱的 让他比刚强的更要强壮 神拣选是余拙的 神有一个奇怪的拣选方式 就是用十字架的道理 是那些心应的 自大的 不肯相信的 很多这种 反而他们不得拣选 反而是有些人 就很奇怪 就被吸引 按照人的本性 神如果不拣选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得救 因为要相信十字架的救恩 不是一个 突然一个 一个 救世弥赛亚 率领的大军队征战 这种太容易信了 如果是一个 征服全世界的皇帝 到你面前 你信不信 我信 我一定信 对不对 大家都信 但是一个十字架 大概让软弱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要你来信 很多人就不信 但是被神拣选你就信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聪明智慧 用聪明智慧 充充足足的伤给我们 我们都经历很多恩典才得救 往往不是一次 很少人在第一次听说 耶稣基督 有人传福音给一次 耶稣基督 我马上信 很少 有 但是很少 很多人 我们像我们都经过很多次 这个不信 那个不信 但是在生命当中 有这个人跟你传福音 这个人留下一点 基督徒的印象在你心里 生命当中 就拐弯 又到那边 又碰到一个基督徒 又留下一个什么 一些印象 耶稣基督的印象给你 然后可能要经过几个人生的高山低谷 在一个低谷当中 突然之间被神得着 这个救恩不是说 就是不经过设计 傻傻的就给你 没有 他经过很多的设计 这个恩典的样子 聪明智慧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 要我们照他的美意能够得救 这是一路之中 都在被恩典所引导 所以有一首诗歌叫恩典之路 我以前第一次 前几次刚开始听的时候 我觉得说 这个也就是恩典之路 很好听 但是其实好像是不是说 我们人都在求恩典 基督徒都在求恩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一路上低满指游 当然大家有这种路是最好的 其实这个歌的意境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比较高一点 不是说这种很简单的恩典 我们到哪里都幸运 买彩客要中彩票 什么闯红灯没有被罚 然后这种 不是讲这个 他讲的就是这种 我们在人生的经历上 很多处处经过恩典 可能你被拣选以后 你有时候突然情绪冲动 神保守你 这个地方你想出阁 神把你拦住 有可能会犯什么罪 神把你拦住 在我们一生当中经历很多 这些是真正的恩典之路 我们每一个能够最后 能到神面前的人 都是行在恩典之路上面 处处经历恩典 不是一个恩典 你就信耶稣 就成为基督徒 被神所用 没有 我们处处经历恩典 所以我们走的路都是恩典 但是也很遗憾 就是很多基督徒 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说什么是恩典 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认为说 恩典就是有病得益治 然后凡事进行顺利 家庭孩子大小都平安 对不对 然后发财 很多基督徒 现在这个当中 甚至有的时候 我看一些 信主两年基督徒讲恩典 跟信主二十年的基督徒讲恩典 讲出来的东西差不多 都在这种上面 没有真正认识恩典 什么是恩典 你问他 然后就讲这些 除了说一个 我们不配得的是恩典以外 然后这个讲对 大家都讲对 然后之后呢 你有什么恩典啊 你得到什么恩典啊 神给我平安喜乐啦 神给我怎样 都还没有认识 你真正认识恩典 你就发觉 神在这里 没有让我犯罪 神在那里 把怎么样安慰我 神在这里 让我经历挫折 让我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 我们以前得了多少恩典 这真是恩典之路 你要是 你要是这个 灵命进步 你所讲的恩典 就跟很多人 所讲的恩典 不一样 但是很多基督徒 信主两年 信主二十年 他们所求的恩典 就是说这种 人生的各种顺利 然后这个 他们 我们在求 希望你有更多恩典 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祷告 祷告 如果说真的 你信主二十年 你的祷告跟信主两年 除了你的这个词汇 更加这个 特别是基督教的词汇 更加增加丰富以外 你讲话更顺 如果你所求的这个 都跟信主两年的基督徒 是没什么差别的话 那讲有点危险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你的边伤 我们得医治 因你的保守 我们得自由 什么 讲一大堆 你会讲这些 最后你还说 主啊 求你医治我们 你的边伤让我们得医治 还是求医治 还是求顺利 你只是会把那些话讲出来 信主两年的基督徒 可能没有 没有像人讲那么顺 没有办法讲出来 但他求也是这个 基本上就是求医治 保守平安 那信主二十年 除你把这个 很好的话扣掉以外 医治保守平安 这个就是 其实基督徒 真的常常 现在这种情况当中 无怪乎啊 耶稣带这个门徒 彼得雅各约翰 上山的时候 山上祷告 门徒睡着 突然之间 很大的亮光 耶稣突然变像 衣服变得洁白 发出很大的光芒 门徒都吓醒了 看到这个 主在跟摩西 跟以利亚 一个律法的大代表 一个先知 三个在讨论 他在要受死的事情 然后彼得呢 这个每次有他地方 他就想说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主啊 这里真好 我们盖三座棚子 我们就在这里吧 你看 你看 耶稣你得荣耀了 你荣耀出来了 还有摩西也有荣耀 以利亚荣耀 然后我们在的地方 充满了好大的荣耀 荣耀啊 这个地方这么荣耀 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 很多基督徒世上 也是跟彼得一样的心态 我们有恩典 有 耶稣真的医治我们 你看 我们 耶稣你看 过去我得什么病 耶稣医治我 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 耶稣保守我 去找停车位 停车位也有 主各种各样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他从信主两年 得到这些恩典以后 他一直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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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信主二十年 他还是这样求求 祷告就求这种 他就是停在原处啊 他没有在前进啊 对不对 就好像说 这里太好 我们来搭棚吧 搭棚 一人一个 摩西住这里 逐逆住这里 以利亚住这里 我们在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但你们在这里 太好了 荣耀荣耀 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况 我们认识恩典 我们看到恩典 我们就想要一直在这个恩典当中 对不对 但是呢 神的目的不是这样子 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呢 是要 就像低满指油 拉出一条恩典之路 这恩典之路要怎么走 走下去或到哪里去呢 我们会开始认识恩典的源头 这恩典不是说 就是让我们留在这里 不是说让我们平安 无事 疾病 有病得医治 然后说什么 生活得保障 不是 这恩典不是把我们保守在这里 这恩典一路滴满指油 我们顺着这个指油走过去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恩典的源头 我们更加认识神 这个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 你看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 祂是什么 祂医病赶鬼 这些医病赶鬼行神机 这些事情都是好事 是不是 是 如果说我们在耶稣时代 我们什么病 我们找耶稣 好开心 耶稣在我们就得医治了 最好有点无饼二鱼 变一些东西出来 太好了 有恩典又有饭吃 这是好的无比 那耶稣你就在这里 我们永远跟随 祢会有饭吃 有恩典 有病得医治 太好了 可是主的心意不是这样 主的心意要我们更加认识祂 主的心意要我们借由祂的恩典 我们知道真的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目的 恩典不是目的 让我们透过这些行神机恩典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 我们要跟随祂 这是目的 以前我记得远志明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耶稣下来 他是靠行神机靠医治来拯救世界的话 他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你说有的时候经文上记载 他到一个村庄把那里全部都治好了 把一个村庄的病全部都治好了 这很大能力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耶稣他这样视为人 他就是一个人 他一直只能在一个地方 他在肉身当中他受到很大的限制 他不像是像原来那个荣耀无比 不朽坏身体可以到处移动 两三人与他同在 两三人与奉他的名聚会 主就跟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美国有两三人奉祖的名聚会 主跟我们同在 台湾有两三人在那边聚会 主也跟他同在 这个能力是到处都有 对不对 他可以到处都有 但是在耶稣在肉身在地上的时候 他医病很快很直接 可是他一处只能在一个地方 他如果把这个村庄的人的病都治好了 对不起 那别的村庄都有人同时在这边在生病 他治好了十个二十个 可能在这个同时间世界上的人生病几百个 在一个小时之内生病好几百个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行神机 施恩典的方法来拯救的话 耶稣的这个行神机医病拯救是失败的 赶鬼也是一样 你把这里赶鬼 那里又得到很多 又弄到很多鬼 所以 医病赶鬼行神机 这个是一个 不是目的 这不是最终的这个方法 而只是一个 一个这个方法让我们认识它 所以恩典就是这样 恩典就是说 我们有行在恩典的道路上 我们并不是要这些小小恩典 而是借由这个小小的恩典 一路上这个路就指明出来 我们就认识了 恩典的源头就是神 这个是恩典真正的目的 你们看我有这张slide 这张slide 我做了一个比较整理 屏幕是福气跟恩典 你看神啊 神是因为爱而拣选了我们 对不对 拣选我们后来一定 他使恩典让我们能够信 能够信他 而信他以后呢 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要能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 明白神的旨意在哪 第九节 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所以神 耶稣先给我们救赎 然后给我们恩典 第九节 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让我们引导 带我们去哪里 让我们认识他的旨意 认识他的旨意以后呢 然后我们要 我们知道最终的旨意是什么 神在创世以前先拣选了我们 指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士 这是第四节 以弗所说一章四节 就把这个讲出来 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旨意以后 就知道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士 最后是在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我们这张上面 这张通影片上面 第一行就把这个整理出来 神爱拣选我们信 我们信以后要明白旨意 明白他的旨意 就是让我们圣洁合有旨 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 然后他的方法呢 我们信信了以后赐下圣灵 圣灵就带领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然后我们进入荣耀当中 这个就是神拣选 然后我们信 然后我们信 然后靠恩典 恩典 认我们认识恩典的源头 这就是这样的 恩上能够加恩 我们能够信 是不是恩典 是 是恩典 我们一路上神保守 是不是恩典 是 是恩典 可是呢 就是我们难道就是为了领受这些保守 这些顺利 这些顺利 神在各种地方帮助我们吗 我们的信的目的就是这个吗 当然不是 神最后要让我们进入更大能典当中 使我们的恩上再加恩 让我们进入荣耀当中 如果我们就是在地上 领受这些地上的恩典的话 我们如果不能进入这个更大能典当中 那我们的恩典也是白白领受 没有意思 所以说 是不是 刚刚简平讲过 神用祂的诸般的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 我们领受各样各样的恩典 然后最后是按照祂的旨意 这个就是恩典的奥秘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不要常常想的停留 像彼得那样 我们搭山做草棚 好了 恩典的目的不是说 就是让我们在那边享受这个 现在的恩典而已 没有要我们进入更深的源头 要我们行走这恩典之路 我们不要说 好像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沙洲 沙漠里头的绿洲 你知道沙漠里面有绿洲吗 一片整个地方都是没有什么水 没有什么植物 好可怜 突然到一个地方 有好多植物 有一滩水 水蛮大的 很多植物 好像这地方不错 好 太好 留下来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沙漠里面的绿洲虽然很美好 但是它就这么一点大而已 如果你永远在这里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勇气再往前走 你要往前走到别的地方 那对不起 你又要进入沙漠这种 如果说我们贪图这世上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说 我们不想 不能离开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多好 好啊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牧师每个礼拜讲道 哎呀 很好啊 可是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说你出来 你在这个教会很好 他叫你出来 出来干嘛 去传道 传道以后 你一开始踏上传道的时候 天哪 种种的不顺利啊 本来在这个教会里面 听牧师讲道 讲讲就好 领受恩典 赞美主 蛮好的 一出去传道 进到一个地方 你要花自己的钱 然后这个 去跟各种人讲 各种人通通都不信 跟他讲 讲十个 讲二十个 讲三十个 一百个 你跟传了一百个 一百个人都不信 你觉得 天哪 那我不如回到原来的教会 躲在那里头好了 领受恩典 可是不是 神常常就是这样 祂的心意 要带你出去 你不能停留在那个 沙漠中的绿洲 绿洲再怎么大 也就是一公里吧 一公里 两公里 可是如果你 领受恩典之后 你加了力量 你再往这个出去 又再行过沙漠 你开始往外走 有一天你会进入更大的 大草原 更丰富 整片地都是绿色的 不是一两公里的绿色而已 整个大地都是绿色 充满肥沃土地 充满很多水潮 那个恩典会更充分 更美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恩典 那我们是不是 那既然讲说 另外一个恩典最大的 第一件我们常认识 第一个恩典就是赎罪的恩典 是不是 赎罪的恩典 恩典让我们明白它的旨意 也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 它的旨意就知道 它的旨意最终的目的是 要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所以我们可以依靠恩典 来除去我们的罪 可是如果你真的认识 明白它的旨意以后 你认识这个神是 这个圣洁公义良善的神 你是认识了以后 你就会希望 你也有成为公义的 你追求公义 你成为圣洁 然后行出良善 你也会想到这样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神那样 但是我们会有这个方向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 反正恩典可以让我赎罪 那犯点罪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反正有恩典嘛 耶稣基督 恩典不是丰丰富富的吗 那我们在恩典中就 这里犯个罪 没有问题 耶稣的恩典丰富富 把我洗醉吧 下次又犯一个说 没问题 神可以把我洗醉 这个就是说滥用恩典 这个在罗马书六章 彼得说讲的 这个特别深刻 我把经文给各位念一下 罗马书六章一节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第二节 他保罗说了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所以 就跳到十二节 中间有些蛮好的经文都没讲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生殖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做不义的器具 导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再律法一下 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 我们虽然有这个恩典可以让我们洗醉 可是我们真的要认识主的旨意 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呢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要有这个心 我们不要去抵抗这个事情 不要在那边懒惰 我想说我一辈子都依靠恩典来除罪 就好了吗 反正我到最后什么事都生病了 然后之前祷告一次 主耶稣你保谢洗净我 然后生病 然后什么事也没办法做 就死了 这样的话 不错 我这个罪都洗净 我可以进天国 不是这样子 各位领佣姐妹 我们一定要能够结出果子来才行 你要知道 你明白神的旨意之后 就知道主赐圣灵 神赐圣灵给我们 是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要把我们的自己 要把自己的罪能够对付 我们并不能洗净我们自己的罪 唯有主的宝血可以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靠着圣灵结出果子来 我们的行为可以越来的越好 我们不是说行为可以越好 就是我们人可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有这个 人爱信实和平喜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圣灵的果子出来 在我们身上 我们会渐渐的 我们虽然不能做到完全圣洁 完全没有瑕疵 但是我们会有 我们生命会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做 而不是说我们永远依靠 反正我就这样 我如果犯罪 那主你再来洗我吧 今天我又犯罪 就再来洗我吧 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不能这样子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能够结果子出来 因为如果你想 你以为我一生当中都可以一直犯罪 一直犯罪 反正主就每次洗我 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一辈子都不知道 知道了神的旨意 但是又不去结果子 或者说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 那这个基督徒可能到最后 他会发现他从来没有被拣选 可能从来都没有 但一个被拣选的基督徒呢 他会在恩典路上中行的时候 他就会渐渐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要成为圣洁的无有瑕疵 所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帮我们洁净 帮我们洗碎的时候 他会接受 他会感动 他会愿意 而那些没有被拣选就不会 不会有感动 不会愿意 反而会抵抗 那就没有被拣选 被拣选的会愿意 会结果子 我们不要留在罪中 当然靠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完全成为圣洁 而且完全没有瑕疵 不可能的 施洗外汉说 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是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所以我们得在圣灵里头结果子 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施洗 让我们重生 但是在这个 比较少讲 就是另外一个火的洗礼 火给我们施洗 保罗也讲过 我个人的工程 在同样的这个磐石上面建造 有人用金玉 金玉建造他的工程 有人用草木和谐建造他的工程 草木和谐呢 这个碰到火 啪就烧到烂烂 就没什么都没剩下 但是如果金玉宝石建的这个工程 不怕火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 在这个工程当中 人啊 我们人能够得救 能够得圣灵 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金玉的过程 我们是一个工程 我们是金玉珠宝建造的工程 还是草木和谐做的建造的工程 我们最后要受火的洗礼 这个火的洗礼就把我们坏的全部都烧去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只剩一点点坏的话 那烧掉一点点 我们还是差不多 还蛮不错的 就是在这个 在我们在世上怎样 再烧掉一些 然后变得更好 这就完整了 没有瑕疵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建造的工程很坏的时候 这个火的洗礼 我们是受不了的 没有办法受这个火的洗礼 就一烧就完毁坏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以 一个基督徒 你不可以说信主二三十年以后 你还是一直在这个罪中 今天犯罪 靠主的宝血洗净 后天犯罪 靠主 这个犯罪 那个犯罪 通通靠主的宝血 没错 主的宝血 恩典 丰丰富富 有各样聪明智慧 可是不是让我们这样用的 就是正如罗马书六章 我们可以在这个人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你看 这里也可以述罪 那里也可以述罪 恩典好多 保罗说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我们要做一个罪上死的人 不可以在罪中再活的 我们在义里面活 我们要做 我们的主人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要做义的奴仆 这个就是恩典 恩典赐下来 不是叫我们滥用的 恩典赐下来 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恩典 让我们认识恩典的源头 认识主的 明白主的旨意 明白主的旨意以后 我们就可以追求 我们就可以在 靠着神的帮助 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 没有 靠着神的帮助 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让我们朝这个主的旨意 让我们最后是 让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让我们朝这个方向 又更进一步 这就是恩典的功能 恩典在救赎当中的功能 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想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 希望你们就开始 更认清这个恩典 但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感谢主赞美主 愿各位弟兄姐妹 行在恩典当中 我们认识这恩典 我们认识恩典的源头 我们知道 我们的恩典是从谁而来 也要明白他的旨意 靠着这个福音 我们不但要听福音 而且我们要传讲福音 帮助更多的人 得到这恩典 认识这恩典 走上这个 按照这恩典的旨意当中 丰丰富富的 一直这样行下去 祷告感谢不佩难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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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再见